哈喽各位小伙伴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景殿 上节课跟大家探讨了 AI在UI设计过程中的应用 很多小伙伴说 那我有可能要失业了 其实不会 AI现在所做的东西 UI设计师现在具有不可比拟的超能力 AI还只是处在一个非常初级的阶段 它需要人类来进行一些填充内容 它需要人类来做给它填一些素材 它才能去进行生成 所以最终我们要比拼的 就是大家的创意能力 以及AI做不到的这些事情 另外我们也可以去通过操作 让大家来去成为一个操作AI的人 这可能是未来的一个趋势 当然那只是我的自己的一个看法 对于现在来说 这个世界变化太快了 谁知道今后会发生什么 那今天给大家继续分享 好看的人物头像是怎么做出来的 大家也可以做一个属于自己的人物头像 非常的有意思 那这就是我昨天去做出来的人物头像 这是我原来的人物头像 这是我做好的 做好其实都在基础上 我进行的一个生成 那会有各种颜色 然后我去生成一些其他的这种图片 这是都是我这几天去生成出来的图片 大家看一下 这是我跟我朋友去生成的图片 非常的可爱 非常可爱 好 那我们接下来来去看一下 我们怎么去生成 我们首先要跟大家讲一下命令 我们上节课跟大家讲了简单的命令 这节课讲的时候会复杂一点的 我们要知道很多的关键词 那你英文好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的优势就突出出来了 好 那么无非我们现在是要用各种的英文来去描述 那这个图片里边有哪些的这个东西 及风格是什么样子的 比如说那我们现在呢 有这样几种风格 大家可以去记一下 那迪士尼的风格 美国经典的动画的风格 甚至还有日本漫画的风格 Manga 就是日本漫画的风格 这些呢都是它的关键词 比如说那你要生成一个吉卜利的 宫崎君的风格 你可以输入StudioGhibli 好 当然呢后面还有一个比较常用的 叫做IP by什么什么 IP by什么什么 比如说IP by POPMAT 那最终生成出来的是什么呢 就是泡泡马特的一个风格 我们可以用IP by什么什么 然后来去形容它 好 那接下来再去介绍两个参数 就是杠杠S和杠杠IW 杠杠S呢指的是你的图片的个性化的程度 就是AI 你允许AI天马行空的来去发挥 或者是让它更加的保守一点呢 我们的数字范围是从625到6万 比如说你S杠625 它就很保守 最基础的 如果你给了一个6万 那它就是天马行空的 你里边的关键词 可能压根就体现不出来 所以一般来说 如果你使用基础的图片啊 就是电图来进行操作的话呢 那你可能要有一个比较小的数值才可以啊 那太大的话呢 就不太行了 太大的话呢 你就不能使用电图的这种方式来操作了 然后IW的这个参数也是两个小杠啊 IW 那这个参数呢 是参考图片的权重的系数 也就是说你给出的电图的时候 你要让AI参考到哪个程度 那这个版本呢 V5版本中是0.5到2之间 数字越大呢 就越按图片来进行一个参考 图片越小的话呢 数字越小就是更加的 它不按图片来参考啊 那所以我们在这儿呢 取一个中间值就好啊 因为太按图片来参考的话 也会出现副作用 就是有点诡异啊 太真实了就太诡异了 好 那我们接下来呢 来去做一些图片 我们看看通过真实的图片 可以生成出什么 为了节省大家时间呢 我在这儿呢 其实已经把图处理好了 我们来去看一看这种简单的效果 好 比如说啊 比如说我用了这样的一张图 这张图是我传好的基础图 其实传图很简单 直接拖进来就可以了啊 最终得到的是什么呢 得到的是一个浏览器的链接 那你在浏览器打开 得到这个链接 这个链接呢 我们就可以复制过来去用它啊 好 那么我们想得到一个卡通风格的这个人物 那你可以使用imagine命令啊 imagine命令之后 把这个网址复制进去 接下来呢 我们可以使用一些参数啊 比如说我们现在使用的是这个参数 这个参数这指的是什么呢 这个是一种渲染的材质啊 这个是皮克斯的这种风格 然后3D的图片使用的是C4D渲染的 这是一种渲染的这种方式 后面呢这是打光啊 再往后的是clean background 那指的是啥呢 指的是非常纯净的背景 好 后面加上-S和-IW的参数 这个V5的参数呢 基本上不用加啊 那都有 好 那这个加完之后 我们可以输入到这个后边来 然后回车 进半生成就好了 我们生成之后呢 你会发现图片是有点诡异的啊 大家看一下这个图片的效果 人都在桌子里边了啊 还有这个人都不是人啊 这是屏中 屏中帅哥吧啊 有点怪啊 这几个更更诡异 后来生成了几次之后 它其实就会变好啊 它已经变好了 越往后呢 它的这个效果越好 那你如果发现 它一直都在桌子底下的话 你可以再加一个参数 我在这加的这个参数是什么呢 我在这加了一个 upper body的参数 就是上半身啊 比如说呢 你想要一个人物的上半身 那你就加上这样的关键词 它最终描述出来 其实就还不错了啊 你看upper body都给你描述出来了 比如说你选中了这个啊 选中这个之后呢 你可以使用唯一的这个参数 往后持续生成 让它多生成几次 比如说这个啊 那你觉得它不是笑的啊 那你让它笑一笑 那你可以加入一个smelling smelling的这样的一个参数啊 那这个时候 它就就笑起来了 好 这是我们生成的这样的一个图 最终得到了一个这样的效果 我们可以用u1直接把这种图导出来了啊 好 那我们再去看一看其他的这个参数啊 比如说 那我们想这个使用第二组的这个命令 好 这是第二组的命令啊 super cute 非常可爱的 然后28岁的男孩 那你可以old boy啊 28岁28 years old boy 啊那28岁ip by什么什么呢 然后ip by popmat 那你看啊 这个时候就使用了泡泡马特的这个 好 后面的这个参数呢 就是描述 它是单眼皮 双眼皮 以及他穿的衣服是什么什么啊 那你可以在这个基础上描述它 最终描述出来之后 你可以加一些这个词 让它更具有未来感一点 这个词我觉得非常有用啊 ferturistic啊 不知道念的对不对啊 如果不对的话 大家可以去纠正ferturistics啊 让它更加有未来感 那你看啊 最终生成出来的这种图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啊 多生成几次 大家一定要多生成几次 在这个过程中加入关键词 如果你使用网上线贴的关键词 有时候贴出来 可能跟你实际想要的效果 并不一致 我们需要反复的对AI进行调教 好了 这是第二个图 我们已经生成完了 是不是非常具有成就感的 好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看啊 那我们使用真实的一张图片啊 这是我的好几年前拍的真人的图片 那看看它呢 生成什么啊 我们使用第三组的这个命令啊 生成迪士尼风格的 如果你使用迪士尼风格 它就会显得有点俏皮 你看我生成出来这个图 是不是很逗啊 那整个的这个人脸都会很逗 那就像这张图有点强颜欢笑啊 那其实我不想要这样的效果啊 那我们来改一改啊 最终改成什么呢 我们使用上边的这个命令 这行的命令啊 这个就稍微的正常一点啊 它是比较写实的这种风格 那最终经过几次的生成 你会发现有两个还是比较帅的啊 那我们把这两个拿过来 去持续的让它生成 最终呢 我们可以通过添加一些关键词 或删除一些关键词 让它得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这是我们生成出来的这张图片 好 如果你希望它更加的像你 其实我们可以进行多次的结合 比如说这张图和我们刚才生成出来的这张图 或者说我之前生成出来的这张图呢 你可以进行一个三者来进行一个结合 让AI帮你再次算一下啊 那这时候用的命令是什么呢 我们要用的命令是 Blend的命令 Blend的这个命令呢 我们可以添加两张图片 把你之前的这种图片呢添加上去啊 添加上去之后 然后呢 让它再次生成 比如说那我们添加一张这个图片 然后呢 你再次去添加一张这个图片啊 注意去处理一下啊 如果这个上半身太多的话呢 它可能得到效果就不好 所以我们把它去掉一点 只要这个头部 好 这处理完之后呢 我们再次进行生成 那你可以使用Blend的命令 或者是Image命令 也可以进行一个算法的这种处理啊 那最终其实你可以得到一些更加写实的效果啊 虽然有点不太像我啊 有点不太像我 但是而且有点老了啊 我希望它更年轻一点 不过呢 看起来还是挺真实的啊 挺真实的 但是又老又年轻的感觉吧 好 这是我们最终生成出来的这样的一些图片啊 那么其实我之前也跟我朋友生成了 哎 这些图片啊 这些图片 这是通过它抱狗的一个 一个动作来去生成出来的 那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那我之前得到的内容 哎 你看 它会得到很多的这种图片 你可以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反复的调教啊 得到最完美的这个图片 好 那这种图片呢 我们需要一个关键词 跟大家去描述一下 这是个命令啊 这个叫做杠杠 Ninji Ninji这个命令呢 适合生成日式风格的这种动漫风格的内容 你可以在setting里边调 或者是直接关键词来去描述 都是可以的 另外我们需要注意啊 我现在演示的内容呢 都要在这个 Mate Journey中的V5版本中进行 怎么去确定它的版本号呢 你可以使用-setting命令啊 刚才我使用了-setting命令 你把这个Mate Journey的Vizit 你调成5 这个时候才可以用 当然底下呢 你可以调一下试一试啊 比如说它有一个Ninji mode 那这个你可以调过去之后呢 它自动就会在参数后面加上这个Ninji 的这样的一个参数 好了那我们现在呢 已经生成出来了这么多的头像啊 虽然有些同学可能说 它有些不太像我啊 确实现在使用Mate Journey来生成的话呢 没有办法达到一个完全百分之百的贴合 它只能说某些特征 它给你浮现出来了 这也是现在Mate Journey 没有办法去达到的一个 一个程度啊 那大家可以反复的通过调教 最终呢去完成这个风格的设计 比如说那这是我生成的不同的年龄的这个图啊 现在有些28岁啊 这个16岁的boy啊 16岁的boy已经白头发了 所以我加了这个black here的这种关键词 那有时候这个岁数呢 需要你去人工指定 反复的来去调教 达到你的最完美的程度 好了那我们今天的AI内容呢 就到这结束了 下节课呢 会给大家带来更精彩的内容 大家呢反复的要去斟酌一下这些命令啊 这些命令其实就是英文的一个描述词 反复的去调教这些描述词呢 会成为我们去操纵AI最有力的武器 所以呢会不会未来有一个职业叫做AI操纵师呢 去操作AI来去完成一些内容呢 好那我们要做AI至上的人 OK那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啊 AI来说现在忍者见仁智者见智 至于它能否去完成我们整个的一个革命 现在大家谁都不知道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在我们下方的评论区来进行讨论 大家觉得AI能否替代我们很多人的工作 或者说你未来的工作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 那大家来去讨论讨论吧 好喜欢我的小伙伴呢 欢迎大家给我一键三连 那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